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董春宇 韩宇童 张楚宏三位中国选手都晋级了 根据规则 预赛中美组前两名和四个最快的第三名 有资格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三人出战 分别是奥运冠军须春宇 还有小将张楚宏 韩宇童 第一组 韩国名将崔敏靖上来就发力 打破奥运会记录 小组第一晋级 成绩是1分28秒053 韩梅第一时间关注 非常开心 崔敏靖是韩国短道复华王牌 这无可争议 他打破了奥运会记录 目标要拿该项目金牌 第二组 小将韩宇童登场 本组有荷兰名将苏尔特 没想到 韩梅很快被打理 因为崔敏靖刚刚创下的奥运会记录被苏尔特打破 后者的成绩是1分27秒292 中国小将韩宇童排名第二 也顺利晋级 第三组 中国奥运冠冠军曲曲春雨登场 1分30秒34 曲春雨小组第一晋级 第四组 刚刚拿到女子500米奖牌的意大利奥运冠军 方塔纳登场 最终 方塔纳小组第一晋级 没有让人失望 日本选手菊池纯里排名小组第二 也顺利晋级 最后一个登场的中国选手是张庆彤 他一度排名第一 但韩国选手里有兵追上来了 没想到 本来小组第一的加拿大选手金不停 在冲刺前摔倒了 没有成绩 遗憾出局 张楚彤排名小组第三 命运带定 本来 张楚彤的成绩应该更好 但为了避免和筋不停相撞 张楚彤减速了 对终 张楚彤还是晋级 他是四个最快的第三名之一